190. 星島日報 廉署李寶蘭任執行處一者 2015年7月18日港民A 10年正專員白運六宣布 李寶蘭今日起席離席前休假的執行處首長王世兆 處任執行處首長,成為廉署首位執行處一者 現年52歲的李寶蘭有女神探之稱,於1984年投身廉署任職助理調查主任 他於02年出任首席調查主任,04年進升為執行處助理署長 10年起出任執行處處長,他爭於07年獲頒香港廉政公署卓越獎章 以及擁有英國萊斯特大學刑事司法學碩士學位 余振昌接任執行處處長另外,57歲的余振昌則會接替李寶蘭出任執行處處長 政府部門,如於1979年加入廉署,任職助理調查主任 05年進升為首席調查主任,12年起出任執行處助理署長 廉政專員白運六感者王世兆在過去38年服務廉署進中職守 王世兆早於一二年初年屆六十歲退休,同年七月獲白運六邀請出山 委任他為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首長,任期三年 成績行處理罰 中文字幕唯一二年的 中文字幕唯一三年 覆委任他幻想的 希望他現在所需要無法放鬆 由大運動的 使用